下面教大家勾这个向日葵 我们先勾花心 拿出卡其颜色的线 右手拿出线头 在左手的小拇指上绕线 然后带到食指在中指上绕两圈 然后拿出勾针 勾针我们用大头这边 勾针穿入两个环内 然后压线带线过来 带过来之后 勾针绕线 带过这个线圈 然后拉紧 这是一个起立针 起立针不算一针 我们第一圈是 环期六个短针 我们还是勾针穿入环内 带线过来 勾六个短针 带线过来之后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带过两个线圈 就是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 然后拿出记号扣 在第一针上做上记号 然后勾针穿入 带线过来两个线圈 绕线 带过两个线圈 3 4 5 6 把这个线圈拉大 然后拉住这个线头 收紧线圈 然后收紧这个线圈 拉住线头 收紧这个线圈 勾针穿入线圈 拉到正常大小 取下记号扣 在做记号扣的针目里 也就是这一圈的第一针 穿入 勾引拔针 把线头放在勾针的上面 藏一下线 勾针绕线带过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前一个带过后一个 拉紧 引拔针就勾好了 第一圈就勾好了 接着勾第二圈 先勾起立一针 拉紧 第二圈是勾六个短针的加针 短针的加针 就是在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 第一针从引拔的针目穿入 把线头放在勾针的上面 脏线 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上做上记号扣 下一针还是穿入引拔的针目里勾短针 短针的加针就勾好了 剩下的五个针目都是这样的勾法 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再继续 勾好后取下第一针的记号扣 在第一针上勾引拔针 第二圈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第三圈 先起立一针,拉紧 这一圈是不加不减勾12个短针 也就是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第一针从影拔的针目穿入,勾短针 新手记得在第一针上做上记号扣 我这里就不做了 请 behalf赞这个鉴签 在这一圈的第一针上引拔 拉紧 花心就勾好了 断线 把线拉过来 接下来勾花了 拿出绿色的线 按着之前的方法戴好线 勾针穿入环内 带线过来 起了一针 还是缓起六个短针 在第一针上扣上净好扣 接着往下勾 六针勾好后拉大线圈 取下 拉住线头 观察线圈 这个线圈在动 来这个线圈收紧另一个线圈 再拉线头 收紧剩下的线圈 勾针穿入线圈 拉到正常大小 取下记号扣 在做记号扣的针目里 也就是这一圈的第一针 穿入勾引拔针 把线头放在勾针的上面 藏一下线 勾针绕线带过来 前一个带过后一个 拉紧 引拔针就勾好了 第一圈就勾好了 下面勾第二圈 先起立一针 拉紧 这一圈还是六个短针加针 从引拔针目穿入 先勾一个短针 做上记号扣 还是从引拔的针目穿入 勾短针 请不吝点赞 取下记号扣 在第一针上引拔 拉紧 划个就勾好了 断线 拉线过来 下面勾花瓣 拿出花心和花儿 把多余的线头剪掉 把花心对着我们自己 拿出黄色的线 然后勾针 穿入花心 随意一个针目 再穿入花额的一个针目 这样合并在一起 把线头放在支片的中间 把黄色的线放在花额的后方 用中矩压住 勾针绕线带过来 要带过两个支片 先勾一个锁针 再在同一个针目里 勾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的勾法是 勾针先绕线 穿入刚才的针目里 要两个支片一起穿过 勾针绕线带过来 这时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一次性带过 勾针绕线在同针目勾长针 勾针绕线带过来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针带过前两个线圈 绕线带过后两个线圈 长针就勾好了 之后勾两个锁针 勾针绕线带过线圈 一个锁针就勾好了 一样的再勾一个 下一个是一针长针 在同一针目穿入 下一个是中长针 统一针目穿入 勾好后再勾一个锁针 再下一个针目穿入引拔 勾针要穿过两个织片 勾针 一个花瓣就勾好了 一个针目勾一个花瓣 花瓣是由 一个锁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锁针 下一个针目引拔 组成 再演示一个花瓣 一个锁针 一个中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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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锁针 下一个锁针 下一个针目引拔 剩下一个针目引拔 一个针目引拔 一项针 kom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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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用的是铁签对半掰断 前端掰个小钩插进花岳中心就可以了 掺入花岳的中心 拿出填充棉 塞一些在花心花岳里 塞好后接着把剩下的花瓣勾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个花瓣的引拔针是在第一针里引拔 也就是勾第一个花瓣的针目里 起立一针 拉紧 起立一针 拉紧 断线 把线拉过来 藏一下线 减去多余线头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拿出绿色的线 缠花杆 缠到合适的位置 加入叶子 继续缠绕 用铁签的话 这里用线在尾部打几个结 然后用胶棒封一下口就可以了 对线 这个向日葵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了 看出 Raum